此女啊,贵来不可言 说这个真姬啊,不但没让原家富贵 反而呢,是个红颜祸水 真姬此时是二十三岁 比曹丕啊,是大了五岁 而且呢,他又属于是一个离异 几乎丧偶的这么一个身份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王者荣耀呢 里面有个英雄叫做真姬 在历史上呢,真姬啊 他其实是魏文帝曹丕的老婆 等于就是曹操的儿媳妇 那他呢,他其实是一个著名的美女 就长得非常好看 你们知道这个大乔和小乔吧 那么当时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话呀 叫做江南有二乔,河北啊 真是翘 这个真是呢,说的就是真姬 因为他是河北人 三国时期呢,他出生的地方啊 其实是中山郡 这个中山郡呢,现在差不多就是河北石家庄 这一代 那么早期呢,真姬也可以说是出生于一个富贵人家 他的爸爸呀,当时是担任上菜令 等于就是上菜这个地方的一个县令 所以他是县长的女儿 不是什么贫苦老百姓出生 但非常可惜呢,他才三岁的时候啊 他的父亲这个上菜令啊,就去世了 等于呢,老爸去世 后面呢,又遇上了这个黄金军之乱 这个造成这个百姓呢,就民不聊生啊 整个生活是被讲的乱七八糟 所以整个幼连时期呢,真姬的命运啊 不是很好 但是呢,在这期间啊 他遇到过一个给他看相的人 就曾经给他留下过七字评语 就说啊,说他这个女子啊 这个原文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此女啊,贵来不可言 就是说他的这个富贵啊 他将来的这个富贵啊 是不可言说的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说起这个事啊 还得牵扯到另外一个人 谁呢,袁绍 那么当时的在中国北方呢 这个袁绍啊 是从一群的这个诸侯 以及起义军中是脱颖而出 就成为了这个冀州区域的一把手 那此时呢 他在冀州 冀州其实就是现在的河北 这一块 那袁绍也听说了 就是有一个叫做珍氏的美女啊 长得非常漂亮 所以呢 袁绍就想帮他的儿子呀 是讨真姬做老婆 这个袁绍其实挺厚道的 没说自己据为己有 想的都是他的儿子 就帮他的儿子 三儿子袁熙 是讨这个真姬啊 做老婆 那当时袁绍 你想想 全国响当当的这个人物啊 汝南元氏 四十三宫 对吧 所以大家就都认为呢 这个 真家呀 那以后是要过上好日子 原来当初看相的说 这个富贵不可言啊 说的就是跟着他们袁家 但谁都不曾想到呢 就是 真姬和袁绍结婚没多久呢 这新婚期还没过啊 袁绍的整个事业啊 就开始面临着急速的下滑 我们都知道啊 公元两百年是发生的官渡大战 袁绍最终是战败了啊 整个袁氏产业呢 就面临着一个急速的崩溃 呃 这个官渡大战呢 是发生在公元两百年 那么真姬嫁给袁锡的时间呢 是公元一百九十九年啊 准确的来说呢 他们结婚啊 还不到一年啊 这个袁绍的事业呢 就面临着垮台啊 那这个时候又有人发表看法了 说说这个真姬啊 不但没让袁家富贵 反而呢 是个红颜祸水 自从他嫁过来啊 这个袁家 基本上就玩完了 那袁家可以破产 可以玩完 但是呢 却并不妨碍啊 真姬此后的富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此时啊 接替这个袁绍事业的 是曹家父子 曹家父子谁呢 我说的是曹丕和曹操 那他们俩呢 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啊 就是好色 这个曹操喜欢别人家老婆 这件事情呢 已经是众人皆知了 大家都老拿段子在那说 曹操惦记别人家老婆 对吧 那他的这个儿子曹丕呢 也秉承了他的这个个性 那当曹丕听说了 真姬是个大美女之后呢 很兴奋 曹操破城之后啊 曹丕就第一时间进到城里 而且呢 赶到了什么地方呢 就到了这个园宅的前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进去看一下 这个传说中的真姬呀 还在不在 是不是就像传说中的 美若天仙 怎么怎么的 那当曹丕如愿以偿的 就看到真姬之后呢 整个人都惊呆了 比传说中的还要更加好看 曹丕当时可是18岁啊 血气方刚 所以心情呢 就很激动 就找到他的父亲 就对曹操说啊 说爸 你帮我讨了这门亲事吧 我想娶这个真姬啊 当老婆 那曹操也赶过来一看 也当场看呆了 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美女 那有一瞬间呢 曹操啊 想把这名美女啊 就占为己有 但是呢 此时和他抢的是儿子 这没办法 他儿子已经抢先提出了这个要求 所以呢 曹操此时说了一句话 此美女可配我儿 于是呢 曹丕就成功的 是抱得了美人归 那我刚刚说过啊 曹丕此时是18岁 而真姬多少岁呢 真姬此时是23岁 比曹丕啊 是大了五岁 而且呢 他又属于是一个离异 几乎丧偶的这么一个身份 但是呢 曹家父子好像不太在意这些 之后呢 反而是让真姬啊 当了曹丕的正妻 反正自这之后呢 真姬的整个命运啊 就很顺利了 不久之后呢 他又为曹丕是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做曹瑞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 接替他皇位的这个卫民帝 曹瑞吧 那么此时按道理来说呢 真姬啊 作为正妻 生的儿子呢 又是嫡长子 所以呢 他理所应当就应该 坐上皇后的这个位置 就是等曹丕登基之后啊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但很可惜呢 就很多时候啊 你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这到了头 那就变得没谱了 这很常见 这怎么说呢 这一切还得从曹丕称帝啊 开始说起 那这个卫文帝 篡汉登基之后呢 他是把这个办公地点 设在洛阳 不是他们之前居住的这个夜城 而把这个的真姬呢 就还留在了这个大北营 留在了这个夜城 那曹丕去了洛阳之后呢 在那里混得风生水起之后啊 没有一点点的意思 说想把真姬就带到洛阳去 而且呢 在他称帝之后啊 也没有颁布诏书 说任命这个真姬为皇后 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呢 时间一长啊 待在这个夜城的真姬啊 心里其实也明白了 就曹丕啊 想把他给甩掉 那就不想要他了 女人的直觉还是挺准的 此时在洛阳的曹丕呢 确实得到了不少的美女 其中呢 年轻漂亮当然很多啊 其中呢 有一个姓郭的贵人啊 就特别受到曹丕的宠爱啊 是叫做郭桂平 那了解到这些消息之后呢 真姬啊 就开始日益的消沉 因为女人嘛 总是对这个名分这些东西 是很在意的 那再时间一长呢 她就难免啊 就流露出一些怨恨曹丕的话 就字里行间说 曹丕怎么怎么的 或者说那个 郭桂平怎么怎么心机深重啊 无非就是这样的话 对吧 那总有一点会传出去啊 呃 那此时呢 在洛阳啊 得宠的那个郭桂平呢 就把握住了啊 真姬的这个把柄啊 因为现在毕竟空缺着皇后的这个位置啊 他只要除掉了真姬啊 那么他呢 还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当上这个皇后 所以呢 这个郭桂平的野心啊 就开始膨胀了起来 他怎么做呢 他就派人啊 在夜城啊 是盯着这个真姬的一举一动 就把他经常说的一些话呀 或者是知言片语啊 就搜集起来 当做证据啊 呃 那你要知道啊 就是说 人非圣贤 孰伦无过 对吧 你要你要害一个人呢 那太容易了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就包括现在的很多公司啊 你像有一些啊 什么什么地 要找他的毛病 那太容易了 我公司以前上过班 那对吧 你要挑他的毛病啊 什么这里的账 那里的怎么啊 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问题啊 就算啊 比如说你开个车在呃 大马路上啊 或者是正规的这种呃 就是说呃 交规要求你啊 是要双手握方向盘啊 那比如说如果你有一天你单手握这个方向盘 哎 另一手把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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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靠的那个地方 哎 那那交警就可以挑你的毛病 就说啊 你没有双手握方向盘啊 就是说这种挑毛病这种事情呢 就没得讲啊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嘛 所以呢 呃 这个郭贵平呢就很快就搜集到了呃真姬说的一些啊怨恨曹皮的话 那那这就很麻烦啊 因为在古代呢 这个皇帝啊 可是军权神兽啊 你是不能往他身上泼一点点脏水的啊 就 就是就是就是怎么说 你可以说别人随便哪个人你说都可以 但是呢不能说皇帝啊 反正就是这样啊 呃 那郭贵平把证据收集好之后啊 就向曹皮打小报告 就说这个真姬在夜城 把你的一些小秘密啊 一些很隐私的事情啊 就到处说 同时呢还诋毁你啊 那曹皮一听啊 可能他本身啊 他也有这个想法 就是想把呃真姬啊 给处理掉啊 所以呢呃 自这之后啊 他有了证据之后呢 就好办事儿 对吧 他就派这个使者啊 是前往夜城 就准备将真姬赐死啊 之后呢就葬在夜城 那据说啊 当时他赐死真姬的时候 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呃奇特的事 啊 就是说曹皮有一天做梦啊 说梦见宫殿上啊 有两片瓦啊 是掉了下来 就化成了双鸳鸯 那这是什么征兆呢 他此时啊就问身边一个叫做周轩的人啊 这个周轩呢 据传说啊 是周公的后代啊 我也不知道啊 啊有些书这么写啊 那周轩就说啊 这个后宫啊 恐怕有人会报死啊 曹皮说 我说着玩他 骗你的啊 周轩就说呢 这个做梦啊 有时可能是内心深处啊 您的一个真实想法啊 就通过这个梦境啊 将他表现了出来 那之后又过了不久啊 曹皮又问周轩啊 说我昨天梦见一股清烟 是拔地升天了 周轩说啊 这个天下呀 恐怕有一位高贵的女子 是冤死了 那此时呢 曹皮已派出使者 就拿着这个 给真鸡赐死的这个赵书啊 就已经去往了叶城 那听了周轩的话之后呢 他也很是后悔 就想派人啊 把这个使者追回来 但可惜呢 已经是来不及了 那么就这样呢 一代三国啊 绝世美女 乱世红颜 真鸡呢 就被曹皮给刺死了 人们常说啊 这个红颜多薄命 对吧 可能这就是 作为一个美女 一些不尽如人意 或者说 比较悲哀的地方 就想把他置于死地的人啊 太多了 敌人太多了 而且呢 这个真鸡啊 他除了长得好看之外呢 他婆媳关系 也处理的非常好 这个曹皮的母亲 变夫人 特别喜欢真鸡 而且是真鸡呢 不是那种 长不长样的那种 这作为一个女 这作为一个美女啊 很难得 同时呢 据历史记载啊 她还是一个美女诗人 很有才华 并不是一个花瓶 一些诗作呢 还是得到了 一些好评的 但说一千到一万的 就是 这样一个啊 就是真鸡这样一个 很多人都说他好的 这么样一个人 却被曹皮给刺死了 那曹皮这种人呢 怎么说呢 他就是喜欢干这一些 造孽的事情 散德行 你包括他的弟弟曹植 后来不是有一首诗 流传千古吗 主斗 燃斗 奇异 都在府中庆 本是同根深啊 相见何大吉 就说的呢 就是曹皮这种人 对待这种至亲之人呢 喜欢下狠手 非常残忍的这种做法 杀了正妻 对吧 之后呢 又还准备杀自己的弟弟 而且是亲弟弟啊 都是便服人所生的 所以呢 曹皮这种皇帝啊 就是说坏事干的太多之后啊 举头三尺有神明 就注定啊 他这个皇帝是当不了太久 包括呢 他这个名字 这个批啊 曹皮 批你看拆文解字 怎么说 不实 对吧 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啊 这个曹皮在位的时间啊 绝对不会超过十年 那后来果然呢 曹皮当了七年皇帝就挂掉了 不知道是因为干的坏事太多了 还是说冥冥之中啊 这个批字啊 就在起了作用 那关于曹皮是怎样 驾工于这个加富店啊 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啊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小伙伴们呢 也欢迎点击关注啊 这样新的视频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们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